那再等一下 就是这个时机点等一下要动 警方跟间一辆货柜车 埋伏在附近等待时机 大家围过来 围过去你们上 看到门一打开眼见时机成熟 便离行警一涌而上 箱子被一个一个打开 都是家具柜子沙发等等 不过中间暗藏玄机 一包一包大麻花 新北市警方常获大麻 成品一百二十二公斤 黑市价格约二点四亿元 三十九岁赖姓主席的竹林邦背景 从加拿大通过海运家具柜走私 走开 手放开手 手放开头上 手放开头上 电梯打开立刻把毒贩压制 警方在桃园地区破获毒仓库 为了掩人耳目 毒品竟然藏在茶叶包装里面 而毒工厂不止一处 还有中和 里面有安非他命 K他命试驾进一元 提供给北台湾药头 案经分析相关资料 发现桃园地区一带帮派分子 涉嫌以贩卖毒品 谋起暴力 跟新北市中欧区 两处成株 套网作为毒品仓库之用 警方调查 彭信主席是竹联邦信唐成员 接触的对象都是帮派分子 负责管仓库 还有上游联系管道 如今双倍警方打击贩毒集团 不让毒品危害国人 进行走不走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